大家好,我是Jason Mail 近年来,在区块链生态系的蓬勃发展下 人们终于得以高举区块链的法锤 挑战传统金融资本主义的高墙 必权一天,人间十年的现象 带动了一波又一波加密货币与NFT的投资狂潮 让某些人一夜致富的同时 也坑杀了无数小韭菜 其中,想必有许多韭菜 对于所投资的标的仍然一无所知 怎么死的也不知道 可怜啊 今天就让我用七分钟 带你快速略懂加密货币与NFT 本列车开网,个人感想,沿途停靠 请求意见,加密货币,NFT JSON Mail,祝你旅途愉快 在先前的15分钟列懂区块链技术这支影片当中 我们提到区块链凭借着Hatch Function 与P2P技术的强强联手 而拥有不可篡改,去中心化,公开透明,永久保存的特性 其中Smart Contract智能合约的概念 使区块链上运行程式成为可能 进一步释放了去中心化应用的想象空间 以以太坊为例 链上交易除了基本的原生以太币的转移交易之外 还能看到Smart Contract合约发布交易 以及Smart Contract合约函式执行交易 以下我们将先针对智能合约的发布与执行 简单说明一下 一个简单的智能合约 就像程式语言里的Class 有成员变数用来储存合约当前的状态 以及可执行的函式用来操作修改成员变数 当合约发布商链时 以太坊会帮合约生成一个专属的地址 同时执行Constructor函式对合约成员变数进行初始化的动作 以这个Hello World合约为例 就是给Message变数塞入一个初始值Hello World 一旦合约发布商链之后 我们就可以透过交易去执行合约里的函式 这使得交易对象为合约地址 同时把想执行的函式 也就是Update 以及相对应的参数值 放入交易的InputData栏位 如此一来 当这笔新交易上链之后 就会去执行合约内的Update函式 而把Message变数内容变更为新的值Hello Jason Mail 而就像所有链上交易一样 合约发布交易或执行交易一旦上链之后 都是不可串改 去中心化 公开透明 永久保存 这时 针对类似的功能 不同的人可能会开发出不同界面的智能合约 使用不同的函式命名或参数 如果单独使用倒也还好 但如果某支第三方程式想同时对接这些合约 就麻烦了 就好比各类产品之间的相互整合 在规格各自为正的情况下 产品之间往往难以互通有无 车同轨 书同文 只有在界面规格统一的情况下 产品间才能无痛接轨 发挥最大效益 同理 以太坊也需要类似的标准 来统一规范运行在其中的智能合约 在以太坊上 我们称这样的标准为以太坊请求意见 Ethereum Request for Comment 简称ERC ERC就像程式语言里的interface 定义了符合标准规范的智能合约 所需要实作的函式界面 以刚刚的Hello World为例 假如要制定一个ERC 我们可能就会规定这类合约一定都要有一个update函式 如此一来 第三方程式就能透过相同的界面 来对接所有符合这个ERC规范的合约了 而当前 以太坊上最著名也最重要的两个ERC 分别是定义了加密货币的ERC20 以及定义了NFT的ERC721 要了解ERC20加密货币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去看懂ERC20的内容 官方文件列举了ERC20所需要实现的函式 所以假使我想要创建一个新的JsonMail币 就可以依照这样的模板 去实现一个符合ERC20的智能合约 其中最关键的是Balance这个MappingTable 记录了谁拥有多少数额的JsonMail币 在这个例子当中 当合约发布时 Constructor会把JsonMail币的总量1000枚币 指定给发行者 也就是我的地址 这时 如果我想把总量1000枚当中的10枚 转给路人甲 就利用Transfer这个函式 将Balance这个MappingTable当中 我的地址的值-10 然后接收对象地址的值-10 就完成了这笔交易 此时 Balance这个MappingTable 也记录着最新的所有JsonMail币持有者的余额 由此可见 ERC20加密货币的原理 说穿的就只是一个智能合约当中 一个MappingTable内的数字增减而已 -这么简单 同理 当我们想了解NFT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去看懂ERC721的内容 官方文件列举了 ERC721所需要实现的函式 所以假使我想要创建一个新的JsonMailNFT 就可以像这样去实现一个符合ERC721的智能合约 其中最关键的是TokenOwner这个MappingTable 记录了哪一个Token是由哪一个地址所拥有 由于TokenID是用256bit的正整数来记录的 所以可以有2的256次方种可能性 每个TokenID都能对应到各自的拥有者的地址 这就是为什么市面上NFT大多是一大群代币一起发行 然后每个代币都是独一无二 都有各自编号的由来 当我想要把编号3的代币转移给路人甲 就把TokenOwner这个MappingTable当中 对应的TokenID的值改为对方的地址即可 所以NFT背后的原理 说穿的也就只是一个智能合约当中 一个MappingTable内的地址变更而已 就是这么简单 如同前面所提到的 不管是ERC20加密货币或是NFT 在底层实作上 都只是区块链上面的一个智能合约当中的一个MappingTable的数字或地址记录而已 本质上就像纸钞一样 在没有实质用途的前提下 它的价值纯粹建构在人们的信仰之上 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 2018年的ICO狂潮与泡沫 就是这种信仰的新奇与衰弱的最佳实力 如今NFT打着数位资产代币化的口号全土重来 殊不知NFT所代表的数位资产 通常难以真的上链 而是以各种形式储存在其他地方 一般所说的发行NFT 纯粹就只是发行者口头说它代表某个资产 大家就相信它代表某个资产 这样模糊的对接方式会产生很多问题 像是假如现实世界中 那笔资产彻底被销毁而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 这个NFT也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又或者任何人都可以拿别人的资产来发行NFT 也会难以验证真正的资产拥有者 甚至出现冒牌假货 到头来NFT拥有者所真正拥有的 其实就只是一个智能合约当中的 一个Mapping Table当中的一个Token ID 外加人们对这个Token ID的信仰 即便如此 加密货币和NFT发展至今 也不过短短几年 是个孩子 是个孩子 也不能就因此全盘否定其价值 毕竟区块链的不可算改 去中心化 公开透明 永久保存的特性 确实能彻底解决许多传统货币或资本证数的问题 那么该如何合理评估其中的价值呢? 大体而言 撇开非理性的信仰因素 加密货币与NFT的价值 应该取决于它被拿来整合的应用场景 以及后续所能带来的实质利益 例如以加密货币来取代现行股权 只有加密货币就能和公司组织的价值挂钩 再或者 一旦商品开始支援加密货币支付 也能让加密货币与商品的价值挂钩 又或者 游戏或元宇宙中的虚拟宝物 也能套用NFT来达到更好的流通性 以此类推 只要用在正确的地方 加密货币和NFT 将能更有效的传递与管理价值 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好用工具 未来也将无可限量 正如网机网络带给我们毫无阻碍的资讯流通 虚拟链将带给我们毫无阻碍的价值转移 在这之前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影响乐公开说明书 送后 请大家 请大家 请兴到 未来 未来 能